我以前我爸爸他们养过 一只金毛 哦金毛那也很大 站起来比我都高 我真的是无语了 他扑我 我说你扑矮一点 你半蹲半蹲 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聊了 你敢相信吗 华语乐坛最稳固的三角形出现了 原本唐田的词 跟钱雷的曲就是强强联合 现在再加上一个 被上天眷顾的好嗓子 周深 已经开始怀疑 2023年的内语子为心 就是周深了 歌曲有我是三人的第一次合作 且还是为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 而创作的主题宣传片 共青春中的主题曲 所以既要严肃 也要让年轻人能够接受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到了老搭档 前雷 前雷唐田这里 却被轻松解决 唐田的词 一贯的温柔又有力量 有内涵 却又不刻板 而前雷的曲 则保持 大气辉煌底色 在这样的强强联合之下 再配上周深的逆天唱功 这首歌不火谁火呀 有一天我们如果变老了 我们很幸运地有媳妇 有儿子尽孝 你如果觉得无聊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照片 看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有多么的俊朗 只有你的心 我会永远记牢 因为我是你背后的依靠 我把我的青春交给了你 从年少到变老 人情事故都看透 才发现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我的一生都给你 才知道幸福是吵吵闹闹 但是等到我们要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一定要让我先走 因为我真的会舍不得 看见你为我演的一样 歌曲花开忘忧的首唱 是在中秋晚会上 当时就觉得 这歌是为中秋晚会 量身定做的 所以当得知 周深要在春晚舞台上 唱这首歌时 还怕会不切主题 结果没想到 为了更好的符合主题 唐田重新填写了词 前蕾也在曲上 做了细微的改动 周深依旧保持稳定的发挥 这一唱就成了演唱类节目中的最佳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我让恐惧起我 我摧毁我深爱的一切 可人多不早我的选择 如此浪泥 也不能来到我身体 身杂 我摧毁我深爱的一切 我们依然前行没有 三人的最新一次合作 是为《流浪地球2》创作主题曲 虽然之前知道 唐田的词写得好 但是没想到啊 他还没有用出 自己的全部实力 人世的歌词 既有宿命感 又让人听得出反抗精神 前蕾的曲 更是完美契合 词中想要表达的所有情绪 但也因为如此 这首歌的演唱难度 直接翻倍 如果不是有周深 感觉没人能将这首歌 完美演绎出来 更不要说唱出歌曲的灵魂了 那种一听就瞬间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真的只有在铁三角的合作中能感受到 最后 你觉得三首歌中哪一个最震撼你呢 在最新一期时光音乐会 周深唱完歌曲之后 胡海鲜老师对周深的评价 周深就像带着光环的天使 用歌声补味人心 再加上深深 他其实 我觉得他嘉义作品啊 就是作为他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就是 你就放身享受就好 他肯定会唱得很好 就是什么类型的歌 只要是他唱 我会觉得 要么就是很享受 然后 要么就是很震惊 对 哇 就是哇 下次又变成这样 他会一直给你带来精细 有无限的精细 谢谢 哎哟 谢谢老师 真的 真的真的 而且他真的有魔力 我觉得平常 比如说他特别可爱 对不对 超可爱 一唱歌的时候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人 天上下来的唱歌的天使 哎呦 妈呀 真的是个小巨人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 你有这个嗓音和能力 其实你要有使命的 你就要唱很多歌 去感动别人 天生的歌 这么点 你看看他 你小样子 你这么点点 一小只 站在台台上 一个大的巨人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您正在收听的是 北京交通广播 纪念北京冬奥会 成功举办 一周年特别直播 冬奥这一天 时间过得真快 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 已经距离我们一周年了 回想一年前的北京冬奥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瞬间 我一下子就会想起 开幕式上的24节气倒数 以及闭幕式折柳 那当然也为我们所有冬奥 健儿们迎娶的所有荣耀 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以及自豪 回想一年前的北京冬奥 我也非常荣幸可以为这一场盛会 演唱了很多歌曲 比如梦想指路 出场 新鱼等等 当我听见自己的歌 在冬奥赛场上响起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非常非常开心 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我的朋友们 感觉自己也用声音 去参与了这一场盛会 那么今天在北京冬奥 一周年的时刻 我邀请北京交通广播的 各位听众 以及所有热爱冰雪运动的朋友 跟我一起再听一次 这首梦想指路 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然后当时看到是有机会可以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兴奋 因为我觉得去唱一个自己理解的 或者是一个 一个新的版本的月光 应该说不定是一个很有趣的时期 因为原版在很多人心中 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嘛 然后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去复刻 所以我觉得可以唱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 版本 或者是一个风格 也算是一个歌迷 很开心的事情 不过千冠 谁也敢闯 月光这首歌在选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一首很难唱的歌 它里面所有的转音或者是所有的 因为冰冰老师的歌很难唱的有一点就是冰冰老师自己的风格比起 然后里面的技巧都很难 然后又很流畅 要去做到不突兀的用技巧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然后月光这首歌 冰冰老师也说是 算是最难过歌里面的真意 我没有想到 因为冰冰老师很多歌都很难 然后第一次听到冰冰老师的歌 当然是红颜 这次听到冰冰老师的歌